- 唐從聖聲明高有玄機,還在調侃這個字徐乃琳,乃哥, 日前陸華氏天才重重重標唐從聖,從聖,國馬影片外流,引起軒然大波,雖然從聖在直播上一度喊告,但是在乃哥還記著會道歉,又親自致電後,從聖即誘發聲明表示願意放下,並打消提告念頭,也讓事件就此落幕。 - 日前有工作人員談到兩人倒火線,當天陸影正在玩猜測遊戲,唐從聖將荒佑,念成荒。- 徐乃琳。- 不給過關,唐從聖就開始酸徐乃琳小假死氣,說不起,才燃起徐乃琳怒火開罵。 - 從唐從聖今日發出的聲明稿中,也可以看到玄機,其中兩個段落,唐從聖提到金鐘獎期間,畫面最多的靜置我們兩個,沒有入圍的藝人,確實有點荒謬。 - 以及希望這場荒謬的鬧劇,能夠趕快落幕,讓大家可以準備過一個快樂的中秋節,聲明稿中不斷提及引發兩人之間矛盾的詞荒佑,令人不。 - 靜觀而,從從還是不改幽默本色。- 徐乃琳深夜電話致歉。 - 唐從聖放下了不告了唐從聖日前在華社天才,衝衝衝效果做過頭激怒徐乃琳,慘遭乃哥國罵問候。 - 唐從聖原本在臉書直播,表示櫻木奇德之後相當難過,決定對乃哥提告。 - 但隨著徐乃琳召開人生首場道歉記者會,唐從聖回心轉意,加上乃哥昨夜親自來電致歉,從從也發出聲明,表示願意握手言可。 - 唐從聖在聲明中提到,原本只是一個職場上單純的擦槍走火,實在沒必要演變。 - 成後來的針鋒相對。 - 她看到乃哥在道歉記者會上,速度鞠躬表達歉意後,已經感到釋懷,媽媽也寬心了。 - 晚上開完家庭會議後,家人諒解了,所以我們選擇,放下了。 - 她也坦承,無論是乃哥的國王,或是他在直播時大哭喊告,都不是一個好的示範,搞到媒體報導畫面,甚至比金鐘獎還多,更晚如鬧劇一場。 - 這體現了在情緒控管和謹言順行上,乃哥和我都還要,有更多的學習和反省。 - 而徐乃,林親自來典,兩人更是把所有誤會講開,並充分地溝通,彼此都是出最大的善意,而且互相諒解。 - 唐從聖最後不忘感謝這兩天為了我們劇中協調的貴人們,和支持他的親友,網友,期盼整集事件就此落幕。 - 唐從聖聲明全文,大家早安,這幾天很多媒體記者,圈內的同事,和親朋好友,以及網友,都非常關心我和乃哥的事情。 - 工作很忙,來不及跟大家一一回复,所以,選擇在這裡一次說明,原本只是一個職場上單純的擦槍走火,實在沒必要演變成後來的針鋒相對。 - 乃哥的國媽雖不是針對我媽媽,但其中的關鍵字確實極為不雅,讓家族中的親友們,尤其是女性成員,非常反感。 - 覺得媽媽受到羞辱,家人幾經商議後,才決定提告。 - 但是前天看到了我從小看著她節目長大的乃哥,在道歉記者會上,數度鞠躬表達歉意後,我是懷了。 - 昨天中午從教會回來後,媽媽寬心了,晚上開完家庭會議後,家人諒解了,所以我們選擇,放下了。 - 這事情在銀光幕上,翻攪了整整三天,該畫下句點了。 - 畢竟我們都不是聖人,不管年紀大小都可能會犯錯。 - 從一開始乃哥真性情的暴走,在攝影棚狂飆我媽,到前天深夜我喝了酒真性情的失控。 - 在直播時大哭喊告,都不是一個好的示範,搞到在電視圈一年一度的重大盛典。 - 金鐘獎期間,畫面最多的靜置我們兩個沒有。 - 入圍的藝人,確實有點荒謬。 - 這體現了在情緒控管和緊言順行上,乃哥和我都還要,有更多的學習和反省。 - 昨天夜裡,乃哥親自來電,我們把事發當時到現在的過程和心境上的轉變,眾投道理清楚地順了一遍,並充分地溝通。 - 彼此都是出最大的善意,而且互相諒解,我們都……放下了。 - 這幾天,因為兩個人在工作上的一場誤會,佔據了大篇幅的新聞榜面,打擾了大家的生活,真的很抱歉。 - 希望這場荒謬的鬧劇,能夠趕快落幕,讓大家可以準備一個快樂的中秋節。 - 再次想關注這件事的媒體記者,親朋好友以及網友們致謝,謝謝你們的關心和鼓勵。 - 而對於有些網友的意見和指責,我會再三反思,虛心接受,以後將更專注於自己的工作表現,豐富我的意見人生。 - 那我們會請進。 - 請住之前兩天,叫我可以吵吵的方式。 - 請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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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